阿珍 你又在这里卖菜 是不是要把钱给阿强了 什么是你啊 黄平哥 阿珍 你干嘛躲我 你干嘛躲我 阿珍 你别走 你听我讲一句话可以吗 可以吗 黄平哥 我们以后 以后要再来找我了好不好 为什么 是因为阿强吗 其实今天过来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别说了 黄平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就是 我真的不想就是大家都不开心你知道吗 阿珍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你不愿意去伤害任何人 遇到事情你总是考虑别人 可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很让人心疼 我也没有办法看你过得不好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的菜还没有卖完 要不 你一会再说我先把菜卖了 不然一会街上就没有人了 我今天要把菜卖完 我要给我妈妈买双鞋子 那阿珍 要不然你把所有的菜卖给我可以买 不要这样子的黄平哥 你不能一直帮我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 还是要靠自己 而且你也不能帮我一辈子 是不是 可是我想 阿珍 阿珍 阿珍这样吧 我陪你一起买可以买 阿珍 你看都已经三点钟了 要不然我们回去了 你看这街上也没啥人了 不行的黄哥 如果菜不买完的话 我今天钱不够给我妈妈买鞋子 行吧 阿珍我去旁边上个洗手间可以吗 等我一下 老板 就是外面有一个小 外面有个小钟亮在那里卖菜 然后还没卖完 这边的话我说给你钱 你帮他把菜买了 反正你们这边餐软也需要菜 你看可以吗 可以啊 来来来 这个是钱 帮我买一下 要买藏多少年 一封信 你要吃来多少天 两个心要承受多少 痛苦的煎熬 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 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 阿珍 你卖完了呀 我卖完了 刚才有个叔叔特别好 给我的菜全买走了 你太厉害了吧 包哥 要不你等我在这卖了这么久的菜 你去我家吃个饭吧 方便吗 你方便 你肯定也饿了 都这么下午了 我先去给我妈妈买个鞋 然后我们就回去做饭吃好吗 行行行 走吧 好 叔叔 你们家的鞋子熟了吗 熟了 熟了 已经 但是我想买双鞋子 买双鞋 嗯 买 鞋子穿了吗 包了穿了 我妈妈穿了 嗯 你妈妈穿了 嗯 36 36吗 嗯 36 嗯 好 行 我给你找嘛 45年了叔叔 那都是 我看你家说的样式 我给你鞋找 这鞋子好 好多哦 多 这个36你看行不行 哦 这个鞋子可以的 还蛮舒服的 嗯 这个鞋子多少钱啊 叔叔 50 50块钱可以少一点吗 这个就不少的 我们已经手套了 就在装的处理了 我看一下啊叔叔 好好好 不好意思叔叔 我下次来买吧 信信信 哎呀 阿珍 啊 怎么没有买呢 嗯 不是很合适 我下次再买吧 哦 行 阿珍 你到前面等我一下 我去办个事 你等我一下 可以吗 好 好 叔叔 那双鞋 把拿出来吧 我买 是 谢谢 孩子有个妹妹买 他也觉得钱不够啊 他也没有 是的 是的 这边我来买 哦 50块钱是吧 哦 行行行那我赏你的 微信 行行行 哎好嘞 你赏吗 好嘞 你看一下把我的鞋子拍怎么样了 阿珍怎么回事对不起 黄哥 我能跟你借200块钱吗 可以当然可以啊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是黄哥 我把这个鞋姐姐的鞋弄坏了 你哎小猴子你是他 他是你女朋友吗 是你女朋友是吧 你看一下我的鞋子 我怎么穿呀 现在要赔钱500多 对不起啊 对不起就了事了吗 我500多 没事没事 你找我身后我来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他是你女朋友是吧 不是我朋友 哎大姐就是 有什么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不出去赚钱 一天背个背头卖点菜能赚啥钱吗 是不是 哎大姐大姐大姐 咱们好好说话 你不要欺负小猪脸对不对 他卖菜关你什么事啊 对不对有没有又又不偷又不抢 怎么 踩了我的鞋子肯定要赔的 弄上了赔你就是了吗 对不对 那赔吧赔吧 但是大姐我跟你讲 你看小猪脸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叫他们母女相依为命 他妈妈身体也不好 都是靠自己 再一个人撑着 这钱你拿着吧 你就别去回谅他了好吗 那 这么可怜呀 啊刚刚我的口气也不太好 但是确实我的新鞋子 我比较心爱的鞋子啊 然后那个 如果说你家里条件这么不好 这么可怜小姑娘 那就算了吧 刚刚我的态度也不太好 那那这个钱你拿出去 没事的姐姐 本来就是我有错在先 没事算了吧 算了我拿费 你拿费去吧 给你的家里买一点营养品回去 谢谢 谢谢姐姐 对不起啊 哎呀阿正你在干嘛 哎 后面了 我的 送玉米呢 哦 这什么泥土这么臭 这个是那个大份水浇的 所以有点臭 哦 要不你先回去 哦没事没事 哦那你终于没干嘛 我过段时间有钱了 我想去买一颗小猪羊 然后等它长大了 我跟妈妈就有肉吃了 哦那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红米了 没事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哦对了阿正 说实话你太善良了 所以容易被人欺负 以后的话别这样了 哦对了阿正 今天的鞋子没有买 是什么原因 你实话告诉我 是真的不喜欢 还是全不够 我 我今天本来答应我妈妈 要给她买这种鞋 可是我今天卖了菜的钱 不够 买那个鞋 因为我就没买 挺听不起我妈妈的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黄鞭哥 不会啊阿正 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最好的 别难过了阿正 这样阿正你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拿个东西 阿正你看你看 怎么了 你看 黄鞭哥 你怎么把这个鞋给买了呀 嗯我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了送给阿姨 谢谢你啊黄鞭哥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 阿正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 黄鞭哥 哦对了阿正 你实话告诉我 上次的钱你是不是又给阿强了 嗯 你说你 把所有的钱都给阿强 自己做的那么苦 阿强 谁能预料未来慢慢慢慢唱会 黄鞭哥 虽然 我不知道现在 要怎么报答你 但是 我还是想跟你说 以后呢 不要来找我 怎么你是怕阿强不开心吗 怎么你是怕阿强不开心吗 他已经 这两天老师跟我吵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了 黄鞭哥 到底什么事情啊 你讲嘛 阿正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是为了什么吗 你说你是来找你的相亲对象的 嗯 我是过来找张月 可是张月他就是你 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对不起啊黄鞭哥 你们都搬走那么多年了 我以为你开玩笑的 阿正 我把我们的事情发到网上了 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你太善良了 让我劝你 不要和阿强来往 他对你不是真心的 这样的话你会害自己一辈子的 谢谢叔叔阿姨 可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阿珍 这次回来我就打算不走了 我想回到我们小时候 让我一直保护你腿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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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